很高 早安 Terry 早安呀各位 我們到了富士山御殿場 天氣有一點冷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嘩 這裡厲害了 其實這裏是 Thomas 的設計中心 從來都未對外開放過 這次我們很榮幸得到 Thomas 的批准 就帶大家深入了解 Thomas 其實很多產品都是由這裏設計出來的 我已經急不及待了 走左邊還是右邊? 我們走這邊 好,我們出發 我們現在來到正門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建築物 其實有些紅色和黃色在這裏 其實以前這裏是法拉里的 現在 Thomas 已經將它買下來了 作為一個設計中心 亦是,裏面有很多機密的東西 不是所有東西可以拍到 要小心注意 我們一切都要聽從工作人員的指示 我們現在進入了這個室內 我就看到很多賽車在這裏 是甚麼來的? 這裏很開心,大家看到很多車在這裏 首先這一部最觸目的了 在我來說是傳奇之36 這一部是Super GT500的退役賽車 所以你看到整部退役賽車 它們都會放在這裏 去到另一邊,這一邊就是37號 就是他們Super Formula的退役賽車 而現在競爭的那裏 其實在賽車場和Auto Salon那邊 正在展覽 後面大家亦都可以看到很多柳寶寧的車 Toyota 他們自己本身 競爭柳寶寧的賽車 亦都會安置在這裏 全部都是競爭柳寧的 是呀 其實這個地方很開心 我簡直是開心 因為我最開心就是看到它 這個位置其實未公開過的 亦都真的很難得廠方方面讓我們進來這裏拍攝 包括很多Thoms的產品 初步的設計 他們的研發 亦都會在這裏進行的 還有他們的賽車 包括Super Formula Super Formula Super GT500 亦都會在這裏做一個設計 一些空力的部件 亦都會在這裏做的 亦都是大家 為何奇怪會見到Gaz Racing 他們紐寶寧的賽車都在這裏 其實紐寶寧的賽車 Toyota 他們的賽車 是在這裏組裝的 Terry 我想問一下 為何叫Thoms 是不是管信秀的名字叫Thom 我終於抓到一件事 你是不知道的了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不過沒有理由阿奶不知道 這次抓到它了 其實Thoms 究竟是什麼 What is Thoms Thoms 其實是Stand for T 是Tachisan O 是Oiwa-san M 是Motor S 是Sport Tachi Oiwa Motor Sport 原來是這樣 我不是管信秀的英文名叫Thom 當然不是 我哪裏記得這麼多日文名字 三常我都不太記得 T 是Tachi-san Tachi-san是一個車手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 很多年前已經在Macau Grand Prix 創出了很多成績 Oiwa-san其實是一個工程師 當年是由Tachi-san和Oiwa-san 創辦了Thoms這個車隊 36是一個很經典的號碼 因為由80系的Super Cuzco 花那個 到現在也創造了很多傳奇 2023年剛剛他們是拿了GT500的Championship 同時間也是拿了Super Formula的冠軍 所以其實2023年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亦都是拿到很多成就的年份 再加上今年2024年是他們創辦的50周年 所以這一段期間都是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聽就聽得很過癮 但是我們有沒有機會去看看怎樣生產或者製作呢 這一刻我們待會再潛入他們工場的深處 看看他們生產的核心地方 今天他們放假 所以剛剛結束後他們放假 所以工場這邊其實沒有什麼人在 沒有什麼人在的情況 我們就用現在這個空檔的時間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Thoms工場裡面究竟是怎樣的 來到這裡工場的核心重地 我先給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這一部就是開模型機 可以看到他們設計完的產品 他們會在這裡開一個模型 做一個Prototype 出來 做了出來之後 再會把那件模具拿過來這邊 有些車床在那裡 就會在那裡再檢查 再去做一些修正的情況 然後做完出來的Prototype 產品 就會裝上車去瞭解一下 看看有沒有東西再要修改 所以這裡是生產第一件的素材出來的地方 現在我們就進入這個FORMULA工場 來到這裡就是TFC工場 究竟什麼是TFC? 其實大家看到了 就是Thoms Formula College的工場 這一部是FORMULA 4 其實是讓Thoms Formula College的學員 用這輛車去練習的 所有F4的賽車 COLLEGE的練習車 也是在這裡組裝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深入去 很難得的機會看到 一部F4的練習車 究竟是怎樣的樣子 來到這裡 大家看到很多EV卡 其實這個工場 它就是在這裡做 維修 那些EV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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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在哪裡見到呢? 就是在東京台場那邊 Thoms 就是新開了一個EV卡牆 在那裡 都挺大的 是整個日本 國內裡面最大的卡牆 大家都可以看到 是EV卡 Terry 現在又來到另一個地方 這是甚麼地方 好像很平平無奇 對了 你放心 不會拐大你 雖然看來平平無奇 但內有乾坤 而且從來未對外公開過的地方 很神秘 裡面有很多機密 這裡其實就是Thoms Super GT500的工場 所有的GT500賽車 都會在這裡做Maintainance 改裝 裝嵌 全部都在這個工場那裡 那現在就馬上帶大家進去看看 終於進來這個Thoms工場了 來到這一邊 在阿賴的身後 因為阿賴現在開箱 身後就已經是 昨天所見到的 Super GT500賽車 36號和37號 已經在這裡拆散開了 在做一些Maintainance 在做一些檢查 其實這個工場裡面 所有的賽車 在每一場賽事之後 也都會去到這裡做一個檢查 維修 以及做一些改良 也全部都會在這裡發生 來到這邊 大家看到很多機器在這裡 其實這裡是Thoms Super GT500的工場裡面 是幫他們的賽車上面的一些 部件、零件 去做一些改裝、改良 和調校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看到這裡的機器 都全部是做得很精準的 甚至乎細緻一顆螺絲的調校 也是在這裡完成的 而且這裡也是從來未公開過的 待會大家都可以仔細地看看一些機器 有很多其實已經是有些歷史在這裡 但用到今時今日 仍然是很精準的做一些東西出來 工場過其實已經是有35年的歷史了 來到這邊 我看到一個很漂亮的駕駛箱 我相信很多做開車的同業 看到這個駕駛箱已經流口水了 帶大家來看看 日本他們做賽車的駕駛箱 哇,很多駕駛在這裡 很漂亮,排得很整齊 我也不敢太用力 這些全部都是寶 然後下面這裡 這些全部都是他們做Super GT 維修、改裝、維修、改裝、維修的工具 現時用的工具 全部都排在這裡 我想很多師傅看到 這個地方已經流口水了 Terry 是 你帶我來這個地方 有Toms的字樣 我知道這裡一定是Toms的地方 喂,謝謝你 真的謝謝你 這個Toms很棒 這個Logo我每一次都來朝聖 真的很多年了 這個Toms Logo 還有一樣有趣的 你看看 那個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Formula的吸風 是,整個火箭桶 過來看看 這個是Formula 它入氣的地方 拿來做油箱 可以的 整個炭纖造 這個很過癮 好,一定不會只看油箱和油桶 當然不只 這裡其實就是Toms的另一個Fracture 它本身就是 將Formula的引擎 去做一個改造、改裝和調校 之後就會拿去比賽 我們不會站在門口 不會 事不宜遲,帶大家進去看看 進來這裡 大家看到很多獎杯 很多頭盔 這裡就是他們的Display Room 其實他們歷年這麼久以來的獎杯 Super GT500贏的獎杯 全部都放在這裡 大家看到 今年它的Super Formula Driver's Champion 這麼大的獎杯 還有他們 GT500 在不同賽事上獲得的 站的 冠軍 亞軍 的獎牌 獎杯 都放在這裡 然後去到那邊 就很厲害了 這就是他們今年獲得的 Driver's Champion 和Team Champion 今年36 這部車很快 也獲得了整個 GT500 Class的總冠軍 Terry 又看了獎杯 又看了頭盔 沒有理由 只有獎杯 頭盔 當然不單止 來到這裡 怎會只看獎杯和頭盔 帶你進去看 我們來到這邊 做引擎的地方 好 我們首先 哇 很多副鬥車引擎 對 大家看到 整排引擎在這裡 其實這堆引擎 就是今年他們會用的 Formula 4引擎 日本的Formula 4 他們是會用1Mbps的引擎 全部是由Thoms提供的 可能 有些比較熟悉機器的朋友 一看下去 有機會猜到它是哪一副引擎 阿奶知道嗎 是家用車 是家用車 其實這副是RAV4引擎 其實想不到 原來RAV4引擎是可以用來鬥車的 其實它就是拿了原廠引擎回來 這副引擎會經過Thoms的零件更換 一些改裝 全部去做引擎出來 所以這次他們的Formula 4 是比較特別的 Formula 4 就會用全部車 1Mbps用了這副Thoms的引擎去跑 兼且這副引擎是符合FIA的標準 好了 過來這邊 我就很近距離看到它是甚麼引擎 我一定知道它是甚麼引擎 對 這裡又放了一堆引擎 不如讓大家看看 究竟猜不猜到它是甚麼引擎 深水清的朋友應該猜到 對 就是我們現在最熱的那副GR-IRUS的三缸引擎 這副引擎是用來跑Formula 3 Formula 3的引擎也是拿了這副三缸引擎 經過Toms的改裝 更換裏面的一些部件 調校 就會拿去跑Formula 3 現時日本的Formula 3的規格 跟FIA有些不同 所以其實以前Toms 也有在澳門的Formula 3跑過 但是因為日本本土的Formula 3改了規格 跟FIA不同了 變成現在他們就只在日本這邊跑 Formula 3 這裡很難進去 現在帶你們進去 這裡真的是Toms最核心的工廠 所有的引擎都會在這裡 通過他們Toms的師傅 去做一些改裝、調校、更換零件 然後就出廠 就拿去鬥車 這邊更厲害 這邊這個房間 房中再有房間 我們再進去看看 這裡就是他們測試引擎的地方 Terry 這次進來真的很核心 核心到現在 連這個測試房間都是我第一次來看 我想很多讀者都很難進來 其實不要說讀者 連我們都很少會來到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這個機會也是很難得 多謝Toms他們 給我們一個機會 深入了解他們的工場 這次真的很精彩 是啊 獲益良多 Terry 整個工作台很專業 很特別 但是毛尼拉根 多了一塊這樣的東西 是什麼呢? 所以就讓你猜猜 不知道大家可以猜猜這個 武掌問答遊戲 這東西究竟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會不會可以來問一下它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好 大家究竟猜不猜到 這個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其實就不是用來問的 是他們用來測試引擎的時候 在聽聲音的 哦 我以為要問一下 那些死氣味濃不濃的嘛 你不要什麼都拿來問吧 阿賴 好吧 好吧 不要問了 死氣千萬不要問了 喂 熊哥Terry 我時間回香港了 你們好像說在這裡學一下 是啊 我們要跟Toms 做一些技術交流 那我自己先走了 我約了三上游 吃飯 是不是的? 你不帶我嗎? 拜拜 你們在這裡學習吧 拜拜 拜拜